王妃、谢霆锋和张柏芝三人之间的关系,一直是娱乐圈里热度最高的话题。 曾经谢霆锋和张柏芝恩爱的夫妻还是分道扬镳,人们纷纷看好的两人复合,也随着谢霆锋的重新投入王妃的怀抱而破灭。 话说张柏芝这边一人带着两个孩子十分的辛苦,而谢霆锋王妃那边却忙着甜蜜的恩爱,引来不少网友的吐槽。 不过好在张柏芝日子虽然过得忙碌,但是过得也算洒脱,而且还不时地在网站和粉丝直播互动,更是得到不少粉丝们称赞和支持。 近日,张柏芝在网址直播,被粉丝问到和谢霆锋的感情,他毫不避讳地说,他很好啊,毕竟曾经给我自己美好的爱情。 随后又补充道,一切都过去了,还是希望对方能过得好吧,引来不少网友的称赞。 而亮点是,这边粉丝还聊得起劲,被大儿子Lukas抢镜,对着镜头大喊,妈妈很想爸爸。 此话一出,引来粉丝和网友的一片愕然。 但是直播被张柏芝匆忙地挂断,不少网友纷纷猜测,难道张柏芝还对谢霆锋旧情难忘? 都说童言无忌,孩子应该不会撒谎,当然张柏芝也可能不会对孩子说,但是孩子会察觉得到,不得不说,儿子还是听聪明的。 也被不少网友称赞,还是儿子的情商高,看来也是有意的撮合爸爸妈妈。